女人被老公装进粪桶 一脚踩汗拿山踢了下去 虽然保住性命 但她却不偏不倚地滚到了 垃圾坟化炉的正中心 女人脱掉鞋子扔进深坑 两小时后总算听见了落地的声音 这要是摔下去估计就成人渣了 女人大声呼救 四周根本无人应答 她只好尝试着站起来 走向宽度仅有五公分的钢梁 她的平衡感不是一般的差 刚走一步身体就开始剧烈摇晃 无奈地她只好又坐了下去 突然 她望见前方有一条突往洞口的爬梯 女人打起精神 再次向前走去 她尽量保持冷静 一点点磨动身体 可巨大的恐惧还是让她脚下一挖 女人死死抓住钢梁 一点点向前方蠕动 她拼尽力气晃动身体 试图像荡鞦韆一样把自己荡过去 同样那梯子早已生销 根本经不住她的体重 女人就这样从高处掉了下去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三天三夜 之所以没摔死是因为下方的一张破网救了她 女人穿上之前扔下的鞋子 大口喝着里面的液体 眼看洞口亮起烟花 女人扯开嗓子大声呼救 可自己的声音太小 根本是白费力气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瞬间充满全身 她抱着一只长毛的灰太郎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天上突然开始掉馅饼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挖子烤鱼片 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美食自己没吃过 女人瞬间燃起了活下去的斗志 关键时刻 一条丝巾被风吹起 落在了远处的爬梯上 这让她看到了爬出去的希望 女人振作起来 用罐头皮割破鱼网 制作了一条攀爬绳 她用尽全力 一击命中 兴奋的跟灰太郎说了声再见 经过两天一夜的努力 她总算爬到了洞口 就在女人耗费体力即将向后打去的时候 一只手猛地抓住了她 娘家人赶来了 苦命的女人终于得救了 她们的宝贝体力不过 她们的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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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